歡迎來到戰彥鋪的買了一些 我是戰彤 我們相同的影像工作者 我們的相機小則 三萬多塊的iPhone 大則五六萬的相機 基本上拍片的器材 都是幾萬幾萬起跳的 我竟然前一天在蝦皮上面 看到了2000塊的相機 這樣的相機真的可以拍出影片嗎 我非常好奇 於是我手刀買了一組 特指鋼水果刀 一丟六 太標注了喔 是4K 4K的相機它名叫做Kibura 它把它自己弄得像Canon一樣 各位 出來了 有模有樣的耶 但它很像玩具 它超級輕 它說鏡頭筒不可拆卸 它只有一個可以轉的地方 它連鏡頭蓋都沒有耶 你拿來看 是玩具吧 對啊 這有點輕耶 這裡面是空的嘛 不要騙我耶 它按鍵按起來是可以按的 可以開接嗎 一定可以 很兇耶 電視鎖起來了 它可能是用充電式的喔 旁邊這邊可以拆開 它鏡頭蓋其實是有的 它分開裝了 我是不知道是什麼邏輯啊 這個整個就是很玩具 你知道嗎 如果有小孩把它摔壞我都不會心疼耶 它鎖起來應該就不是拿來裝電池的 你知道嗎 它應該是內牽式的電池 我覺得它要直接充電啦 那我們先充一下電 再來好好研究一下它吧 各位 我們現在充好電了 我們開機看看畫面怎麼樣吧 CAMERA 相機 好的 可以說它還在開機 所有飯都煮好了你知道嗎 這不太對阿 它是不是卡住啦 強制關機 不行耶 我才剛用它就快壞了 喂 我的影片要怎麼拍 OK 今天我們剛剛一番研究我發現 它不能插我們的相機記憶卡 這還是相機嗎 我們有在想 會不會是我們的卡比較寫入比較高 它可能承受不了 所以我要另外去買一張比較 低配一點的記憶卡試試看 那沒有插記憶卡的情況下 它開機了 開機成功 很妙的一點是什麼 OK 2000塊要觸控應該不可能啦 因為按著我覺得沒有什麼毛病 重點是為什麼 你做了一個假的按鍵 拍一個錄影 多用這個位置就好啦 為什麼 你做個假的 然後真的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像彈影相機會坐到前面 就是我們握著的時候有沒有 就可以錄影了 你這個 好 然後它的鏡頭我剛剛看了一下 光圈2.7 焦距2.95 這什麼概念呢 我們在相機它焦距是16 就已經是很廣的廣角 這個2.95是超級像GoPro那種 超級大廣角 你知道嗎 才叫2.95 但是我拍出來 我覺得沒有那個2點 我覺得沒有很廣啊 跟CAMERA的意思一樣 寫爽的 畢竟2000塊你也不要 不要失望什麼自動對焦什麼 它連對焦功能都沒有 你要手動啊 定焦鏡 不能改變焦距 同時呢 只手動對焦 好 這些我都能理解 畢竟2000塊嘛 2000塊我們就要認命 一分錢一分貨 ISO 曝光 快門速 全部都是自動的 長得像單眼相機的玩具相機 到底能拍出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晚一點呢 會去外面實測看看 在它之前我覺得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當我們選到拍照鍵的時候 按下這個左鍵 改變自拍耶 你看 你看你自己了 對 我們通常拍照的時候 我們會就是用它來看 它沒有 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它不能說是單眼相機 單眼就是要閉一隻眼嘛 這個不用啊 它是自拍耶 它是自拍相機耶 你知道 畫質 我看起來有點像是10年前的iPhone啦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什麼 它居然有一個錄音鍵耶 還有放音樂的功能 再來呢我們會用我們的2000塊的Kibra 跟五年前買的1萬多的Canon 還有現在正在錄的這台10萬元的Sony A7S3 我們一起來看看 拍照跟錄影 台灣各自的差距在哪裡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今天要拍攝的地點 然後我請我老婆當model 我們今天三台相機對著它拍 2000塊 1萬多塊 跟十幾萬的相機 差距到底到哪裡 這有必要省這點錢買這種玩具東西嗎 那我就測試階段吧 就在這個位置嗎 沒有沒有沒有 在那個時尾部分 我來看見 我很快 有 真的嗎 在那個時尾部分 我們在這裏牌的時候 做好看 像是鮮的 有特別的事情 你會不會太過分 在這裏牌的時候 我確保感到會不會太過分 好看 像是鮮的 也正在這裏牌的 對手牌 Creativity 好 好 經過我們戶外的測試呢 結果非常的淺而易見 這是在那個 2000多塊買它 浪費錢 如果說你是給小朋友練習拍照 然後想讓它有一個手感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買它 那種1000多的拍立得 就很好用了 它讓我唯一 唯一 唯一 讓我覺得可以值得稱讚的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 麥克風可以插的孔 可以讓你另外額外收音 我覺得這一點已經做的是最好的地方了 這個可悲的鏡頭 手動對焦 而且還定焦 如果你發現糊了 你還要一直轉它 轉到剛好覺得清晰的時候在拍 買了這個2000塊在幹嘛 深度 看我被老婆罵 所以總結呢 我覺得 不如去買像隔壁這一台 Canon的M50 知道它屏幕還是觸控的 拍照還不錯 跟現在的比確實弱了一點 但是它一萬多塊 沒有貴你多少你知道嗎 現在去買二熟的 像我去賣我可能也是賣一個四五千 就可以來做好的相機了耶 為什麼要壞了你快買這麼多 三度 最後三度總結 你可以買有品牌但是入門款 不要買不知名然後很便宜的 三度幫大家也在那邊踩雷了 我覺得其實手感滿好的 手感滿好的 手感滿好的 送你 我不要 明年的生日禮物 希望這支影片能夠幫我 流量賺個2000塊 然後回血一下 幫我真的 我好心痛喔 各位 如果你有覺得什麼東西 讓你有那麼一點心動 那你想買的時候又不確定好不好用的話 留言好不好 再幫你踩雷一次啊 好不好 好不好 就是 你好 好